上京神领袖达赖喇嘛对中共新领导人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会有改变 表示悲观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一在印度班加罗尔对记者说 从过往经验看 换解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往往仍然会在西藏问题上采取镇压性政策 目前还很难判断 就个人而言 新的领导人较为年轻 而且他的很多朋友认为他更开明 但因为制度没有变 单靠一两个人不会有多大作为 所以最好等过一两年后再看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向国际机构提出了申诉 敦促中国放弃其镇压性政策 中共新的领导层面临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西藏发生动荡还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流亡藏人警告说 如果任由局面慢慢的恶化 新的中共领导人会面临新的麻烦 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已经呼吁中国正式藏人绝望的抗议 2011年3月以来已经有70多名藏人自焚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